Danny 你好 我平時會有頸椎痛 腰背痛 我昨天做腳底按摩時 師傅跟我說 按摩腳底有幾個月 就可以幫我舒緩痛症 但也很不方便 經常要脫鞋按摩 有沒有方法可以教我們有什麼心得 沒錯 按摩腳板真的不太方便 其實我們說反射區不只是腳板 我們的手都有 不如今次我教你兩個方法 都是跟手有關係去幫你 好 第一個就是用我們的第二掌骨質反射區 以及第五掌骨質反射區 第二掌骨質顧名思義就是第二節手指 就是食指 我們分開三等份 上高三分一 上高即是近手指尖 三分一就是橫膠膜以上的問題 例如肩頸痛 中間三分一就是橫膠膜 和肚臍的區域 例如消化系統不舒服 下低三分一就是肚臍以下的問題 例如腰痛 膝蓋痛 而第二掌骨質就是食指的骨 上高三分一又是橫膠膜以上的問題 中間三分一就是橫膠膜和肚臍的區域 下低三分一就是肚臍對下的問題 如果你是沒有特別的想養生保健 就像別人的肚肉餅一樣 隨意敲就可以了 其實Danny 我們這樣敲一下敲一下 究竟要多大力和敲多久才為之正確呢 真的問得很好 因為很重要的 其實力度最重要是你自己接受到就可以了 即是適中 時間我建議大概半分鐘到一分鐘就可以了 另外第二個方法就是蚊手指 怎樣蚊手指呢 原來我們的手指公代表頸椎 食指代表胸椎 中指代表腰椎 莫名指代表底骨 即是盆骨的位置 而尾指就是尾龍骨的位置 例如阿菲 好像你頸巾股痛 我們可以多些拔著手指公 但同一時間推長骨 由下而上推 大概做半分鐘至一分鐘 頸巾股痛就可以舒緩了 多謝你了 Danny 今天教了我們兩個這麼簡單的方法 令到我們日常可以幫自己 解決不同部位的痛症 多謝大家 收看今集的醫生如我 我們下集再見